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令人惊奇的生物趣事。 在这个遍布摄像头的透明世界里,每一幕生物的趣事都可能被镜头捕捉到。 接下来,我将向你介绍一些被高清监控或手机镜头捕捉到的画面。 河童 曾有传闻,在日本某村庄的池塘里藏着一种神秘生物,河童或称水猴子。 而这段视频仿佛揭开了神秘的一角。 画面中,村民们将一只奇异生物捕获上岸,引起了全村的围观。 瘦弱的身躯,修长的四肢,墨绿色的皮肤,头顶的白色角质层,甚至还有背上的龟壳,一切都与传说中的河童相符。 河童是日本神话中的传说生物,栖息于河川之间形如孩童般的生物。 一般只有六十厘米到一米高,体重也就三四十公斤,非常瘦小。 在岸上不堪一击,普通人都能随便拿捏,但一到水里就会变得力大无穷。 哪怕是精通水性的壮年男子,也会被他拖入水底。 这种传说,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都有着类似的记载。 或许是人类对未知水域的恐惧所编织而成的故事。 但奇怪的是,编撰故事的人,居然都不约而同地将那些水怪设定为孩子般瘦小的生物。 然而,这段视频到底是真实还是虚构呢? 经过调查,发现他来自日本电视台的官方账号拍摄地点是位于大阪府的一个公园内的池塘,而视频的真实性却遭到了怀疑。 或许,这只是电视节目排清池塘大作战的一次精心安排,内容基本就是去日本各地有水怪传闻的池塘进行抽水泵,一场由官方策划的神秘探索。 让人们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与想象,不过该视频很明显是官方整活啊。 青蛙吃萤火虫 两栖类的青蛙是以昆虫为主食,会用灵活的长舌头孤溜一下命中目标,直接就吞下肚。 不过,这种快狠准的吃饭方式也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有网友拍下误把萤火虫吞下肚的青蛙。 只见影片中青蛙攀附在墙上,肚子却离奇地一闪一闪亮晶晶,奇妙的景象引来众人围观,嘖嘖称奇。 拍下画面的长静人说,这只青蛙应该是不小心把萤火虫当作苍蝇吃下肚造就了这个画面,青蛙进化成超炫荧光袜。 尽管这画面看起来很不寻常,好像萤火虫还活在青蛙肚子里一样,但事实上萤火虫已经死掉了。 会持续闪光是因为它被青蛙消化时,身体里的生物荧光素酶再次暴露在青蛙体内继续作用。 除此之外,萤火虫对青蛙而言是有毒的。 这只吃下萤火虫的青蛙可能也活不了多久,可说是生命随着闪烁的光芒,也正在倒数计时中。 狗头人 狗头人是一种未确认生物,它们狗头人身用双脚行走会发出狼一样的叫声。 这个被跟踪相机拍摄到的镜头,真实地展现了类似狗头人的生物。 你能从背景中听到一个实体正在走动,从它走路的声音可以判断这个实体是在用双足行走。 你可以清晰地听到,它的喘息声和轻微的低吼。 没想到就在不久,一个黑色毛发的生物出现在了镜头前,只露出了头顶和一部分巨大的耳朵。 尽管镜头只存在了短短的两秒钟,但这个生物明显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物种。 从其露出的部分头颅可以判断,它与熊科动物也不相似,与灵长动物的对比也没有找到任何相似之处。 最让人疑惑的是,它发出了类似狗的低吼声。 虽然另一台追踪相机能够拍摄到这个未知生物的全身,但在网络上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视频。 黑色生物 注意看,这是监控拍下让人惊悚的一幕。 凌晨三点,女子像往常一样在床上呼呼大睡,而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却让女子瞬间精神抖擞。 通过镜头高清的照射下,女子所睡的那头角落突然有一只黑色生物爬了出来。 而从她爬行的速度来看,体型还不小呢。 就在这条生物经过女子的脖子部位之时,女子下意识地瞬间被惊醒了。 并且,感觉到背后有种莫名的起仰不适感,还未完全苏醒的女子立刻左右查找。 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她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准备在枕头边仔细盘查一遍。 不把她揪出来的话,这越想越后怕啊。 于是,女子在枕头下一遍遍地翻来翻去,就连床头的边角缝隙处也没放过。 可照射了许久,仍旧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女子的动静很快便把一旁的男子给吵醒。 男子迷迷糊糊地把灯打开,并询问到底什么情况。 女子表示,床头好像有什么奇怪的物体。 男子一听,立刻跳了起来一起查找。 但最后也找不出什么。 你觉得那么大条的生物是什么呢? 是蛇呢?还是蚯蚓呢? 怪鸟。 我们来看看这只诡异的鸟。 这个看上去呆傻萌的怪鸟在2023年非常火。 它最早是由一位叫做DraftFX的博主发出来的。 发布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之所以这么火爆,完全就是因为这只怪鸟的形象。 全身白色的绒毛,可爱的眼睛,带质的眼神,活脱脱的就是鸟界里面的哈士奇。 而且,从作者发布的多个视频来看,好像有好几只这样的怪鸟,每只的样子都有些许不同。 但还是能一眼看出,它们都属于哈士奇家族。 再之后就开始有言论说,它是来自南极冰墙之外的泪鸟生物。 说到南极冰墙,其实最近也有一些热度较高的视频。 这个视频,就是传说中被拍摄到的南极冰墙。 按照D评论的说法,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圆形的平面。 冰墙内即是我们的世界,而冰墙外则是宇宙外星。 而这个怪鸟就是来自于冰墙之外。 其实以上讲的这些,别管是图片还是视频,都是由AA软件制作而成。 还请大家用娱乐的心态去看看就好。 狐怪 这一只狐怪还会说话。 这个半人半狐的生物,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动物园。 也因为它的存在,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就为目睹它的奇特芳荣。 这种半人半狐的生物,平时我们只能在电影中看到。 如今,它就生活在卡拉奇动物园中。 这样一看,你会觉得很吓人,可走近一看,你就会笑出声。 因为你能清楚看到它身体的不协调。 分明就是一个人假扮的。 这种半人半狐的生物,名叫蒙塔兹。 在巴基斯坦的神话故事中,蒙塔兹是一个长着人面狐身的美女。 而扮演者其实是个男人。 但他需要每天都穿上女人的衣服,躺在特制的床榻上供游客观赏。 一天要工作12小时,不管天气如何都不能休息。 据说在20年前,这个半人半狐的工作一直是由他的父亲扮演。 等到父亲去世以后,他才接管父亲的手艺继续工作。 其实也没什么手艺,就是穿上衣服躺在那里就行了。 即使这样,也有人好奇都市传说中的蒙塔兹是个美女。 可这家动物园为什么找个男人来扮演? 对于这样的问题,动物园的回答是,没有女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即使有人愿意,那观赏的游客也会对他动手动脚。 找个男人来扮演,就能把这些担心都解决了。 不明生物 深夜你驾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忽然在车灯的照耀下,一个未知生物赫然出现在马路上。 这时,你是会选择下车一探究竟,还是赶紧掉头跑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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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